当我们载入完我们的OBJ模型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渲染我们的模型 那么我们现在就需要来绘制我们的模型 绘制模型其实也就是绘制每一个三角形 那么我们就需要来遍立我们的索引 根据我们的索引来后取到我们对应的三角形 我们获取到我们三角形的第一个顶点 然后获取我们三角形的第二个顶点 然后获取我们三角形的第三个顶点 获取完我们的顶点之后 我们就需要来对我们的顶点进行投影 投影到我们规范化的NDC空间里面去 那么我们在这里编写一下我们的投影函数 投影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将它转换到我们的2D屏幕空间里面来 首先我们对我们的顶点进行投影 投影完成之后 我们就将我们的顶点坐标转换到我们的屏幕空间 因为我们经过投影之后 我们的坐标值是在-1到1这个区间 那么我们省有我们的宽度 加上我们宽度的一半 我们就可以转换到我们的X坐标上面去 因为我们的高度 从上往下 是1到-1 那么我们就需要用我们的高度的一半 减去我们的坐标省移我们的高度 然后复制我们的颜色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顶点进行投影 投影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绘制我们的三角形 然后我们来编写我们绘制三角形的函数 绘制三角形 其实也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光山化 那么我们在这里来看一下光山化的过程 我们仍然来绘图看一下 假设这是一个三角形 这是A 这是点B 这是点C 在之前我们就讲过 我们将三角形分成两部分 分别绘制上半部分 以及下半部分 那么我们就需要计算出这一个坐标点 那么这个坐标点的计算方式其实很简单 我们将这个三角形连接出来 做一个它的平行线 然后做一个它的垂线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一个与这个的比例 来求出这一段与这一段的比例 然后就可以求出这一个顶点的坐标 我们需要对我们的顶点 进行处理一下 使得我们的三角形能够满足 刚才我们所绘制的那种形式 下一个操卷的那种形式 这是我们的那种形式 然后我们就来计算我们的终点 也就是我们将三角形分成两部分的那一个零点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高度的比例 然后我们就来计算我们的比例 也就是这一段和这一段的比例 计算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差值的方式 通过A点以及C点 以及这个比例计算出这一个点 那么我们现在来编写我们的差值函数 感谢观看 然后我们就来进行差值 我们要对它的每一个属性进行差值 同样我们的颜色也需要进行差值 然后在这里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差值函数 来后取到我们的中间的点 后取到我们的中间的点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三角形分成两部分 然后开始对这两个三角形分别进行光山化 比如在这张图里面 我们对这两个三角形分别进行光山化 也就是从左到右 依次进行着色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起点 我们就有一个终点 然后我们从起点出发到终点结束 来变定我们的每一个点 同样我们也是通过比例的方式 来计算出我们差值的点 然后我们获取我们的差值的点 然后我们获取我们的差值的点 获取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绘制我们的直线 当上半部分的三角形绘制完成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来绘制我们的下半部分三角形 现在我们来实现我们的绘制直线的方法 绘制直线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从左到右 依次进行绘制 我们在这里定义我们的最左点 然后定义我们的最右点 如果发现我们定义的最左点 和我们的最右点 位置被交换了 那么我们需要将它交换回来 感谢观看 当我们获取到直线上的每一个点之后 我们就需要来绘制我们的一个点 然后现在来实现我们绘制点的函数 我们就需要来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我们的点是否在我们的屏幕内 当我们点在我们的屏幕内的时候 我们才进行绘制 然后我们再来编写一下 我们设置像素的函数 我们的屏幕内的时候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编写一个颜色转换的函数 在这里我们将我们的颜色转换一下 转换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设置我们的像素 然后我们现在来编写我们设置像素的函数 首先我们通过我们的x坐标以及y坐标 来计算出我们像素点的位置 计算出来之后我们就来获取我们这个像素点当前的深度 然后我们来判断一下这个深度 当满足我们的条件之后 我们就来重新设置我们的深度 然后设置我们的像素 那么到了这里 我们的CPU模拟GPU的渲染的程序也就编写完成 然后现在我们来运行一下我们程序 看一下效果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程序是正在报错 我们先排除一下我们的错误 在Jormash方法里面 获取到的这个顶点的数据为空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顶点数据 在这里 我们其实没有添加任何数据进去 我们修改一下 然后再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结构 那么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模型成功的被我们的显示出来 这一个程序也就是GPU最简的一个步骤 但是其实GPU肯定不会像我们这样 这么简单 它还有一些其他复杂的操作 在这里 我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将所有的步骤都浓缩为 这几百行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 真正用到的代码 其实只有两百多行 但是这个过程 大家一定要明白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课程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课程